好 隋堂烈每回分合都备受瞩目 但是有没有发现很巧耶 怎么每次爆发的时间点 都跟犀利人妻有关联呢 隋堂跟姚元昊也一度的回不去了吗 最近隋堂再度回不去 又逢犀利电影版刚好要上映了 被质疑有炒作嫌疑 我会愿意把最深的祝福给谁一个 我曾经最爱你的人 眼眶含泪还是硬挤出笑容 隋堂面对情练在镜头前抢颜欢笑 但回到后台却是崩溃通哭一个小时 他私下接受平面媒体专访 还是护着姚元昊 说他真的不是没有肩膀没有担当的人 也心疼姚元昊被骂劈腿 还说姚元昊对他好已经很久很久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了 避甩仍然怪自己 说自己真的很失败 我的心真的好像被那个美工刀 再一比一比的再继续的割着 所以我希望就是让这件事情赶快平息 大家不要再追问 不过这一段用美工刀形容心痛的感受 灵感似乎在哪见过 好像是多小眼睛 当时心里人妻里 演小三的朱欣妮拿着美工刀的剧情 竟也被巧妙运用 在形容被背叛的感觉 网友还酸 随摇情变似乎每次都和随唐心戏有关 记人妻的电影在官方脸书最新写下 最近风风云雨 让我们了解到爱情不是抓在手中 事实手放开也是一种爱 还要安真加油勇敢追爱 文字和时间点抓得太刚好 难怪网友说实在很难不让人怀疑 随唐每次拍新戏 就会有与姚元昊分手会复合的新闻出来 趁机吵戏消费情变 主题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没关系